深夜的酒不如清晨的啥 今天我们在林仪啊 起个大早 其实已经不早了 昨天晚上喝多了 喝一个这个字啊 有人认识吗 米餐 面啥 就苏鲁鱼馆地区啊 都有这个美食 来来来 看一看 在这排是吧 这边排 哇这么高的锅啊 这个就是啥 叫啥不叫啥 叫啥 你也叫啥 这个多少钱一碗 5到40 5到40 肉不一样 一般正常人喝多少钱呢 花到20点 你这个热啊 给我来一碗20的 两碗20的 叫啥 另一口也叫啥 你一口音叫啥 这一锅有多少斤啊 我来断着吧 可以吧 可以 再来一碗 这是什么滴汤啊 牛骨 牛骨啊 我们江苏很多地方是鸡汤 这还是头锅啥 哦 是不是真是辛苦啊 来看一下啊 两碗 零鱼啥 40 这是打包回家的啊 这是打包回家的 牛肉是挣得多 这一罐多少钱啊 这一罐40 就是汤多一点 四个 这是零鱼人的早餐啊 那你每天几点钟开始煮这个啥 我是晚上六点 哦 头天就煮了 晚上煮 对 然后头天煮 哦 那要煮一夜 以前烧煤炭的时候 我是从卖完就开始煮 哦 现在烧煤去了 你要注意安全了 夏天还是辛苦的 你看身上这个汗啊 这可疑是啥 啥 可能是不料 啥配这个油条是吧 哎 现炸的油条 这都是打包的啊 哦 师傅这个味道怎么样 很好啊 很好啊 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 哦 三十多年了 它这个就有点黑哈 是胡椒是不是啊 胡椒 哦 哦 还可以打鸡蛋啊 可以 那我来一碗打鸡蛋的啊 吃的啊 好好好 牛肉啥汤 喝一碗是胡椒吧 打鸡蛋就不辣了 哦 黑这个是胡椒粉是吧 对胡椒粉 这里面不太辣热了 这个是我的 八块刚才这个是吧 八块都这么多牛肉啊 成性进营啊 哦 这个牛肉的量啊 不要多给不要多给 我在这个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三十多年了 哦好好好 没你火人非识 好放那放那 我来看一下啊 哦 二十的加鸡蛋的 牛肉撒汤 来 这个还是头锅撒啊 没有多给 没有多给啊 刚才别的师傅 二十加蛋都这么多 哦 哦 这个汤牛肉味足啊 啊 撒这东西啊 真的很多地方都有啊 集中在四路玉碗啊 看 这么多牛肉啊 哦 它每个地方都有区别啊 林仪是叫牛肉撒 牛大谷煮的汤啊 就素州 包括徐州它是鸡汤啊 加加的是什么卖人 还是什么什么啊 就各种那种小米这种 啊 昨天晚上喝多了啊 这个还魂 还魂 还魂啊 这家电视也是 本地人推荐的啊 说是一个 宝藏小店 咱们别摔一摆 主要是 不需要起那么早啊 就很多林仪的洒馆啊 要想喝头锅啥 得三点多钟啊 三点多钟谁起得来 是不是啊 那其实 那个也蛮好的啊 三点多钟 天 相当于下半夜凌晨了啊 一般人等着喝头锅啥 有机会吧 有机会吧 真的是昨天晚上喝多了 打了淡以后 更鲜更鲜啊 老板人是相当的实在啊 就那么来林一喝啥 不一定要去那些名店啊 他们家也可以啊 再见